反黑箱客缸环岛街头论坛今天晚上会来到罗东中山公园 一群退休教师特别组成了东区教师后援会 站出来力挺这群学生并给予相关的支援 期盼反黑箱客缸能够对台湾未来教育发展 发挥扭转的力量早出适合现在台湾的教育制度 反黑箱客缸环岛街头论坛今天晚上6点半来到罗东中山公园 进行全台第九站的论坛 邀请讲师畅谈现在新课纲问题以及台湾教育制度该如何发展 透过讨论拟出共识找出适合现在台湾的教育制度 我觉得这次环岛论坛是从9月2号开始在桃园 然后一次连证 然后一直到今天第九站在宁安办了十场的论坛 然后邀请了全台湾30位的老师还有大学的教授 出来跟我们讨论有关于克缸的议题 那我个人是觉得反黑箱客缸是压倒整台湾教育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我更希望说除了反黑箱客缸以后 我们更可以讨论出更多的台湾属于台湾这边土地 适合现代台湾人的教育制度 这是我觉得更需要让大家讨论的 那一群退休教师今天特别组成了东区教师后援会 站出来力挺这一群学生 并给予相关的温暖及资源 期望反黑箱客缸 能够对未来的台湾教育发挥扭转力量 走出真正的台湾人 我们顶着有战士站出来 让我们最大的人来帮忙他们的未来 帮忙他们的未来也是帮忙我们的未来 所以我们不能做这个中国教育都会继续 到没有那一段站出来 我们站出来就是像他们有什么外公 我们把站车让他们一些资源 让他们感觉温暖 让他们感觉我们在这个部份 是听先所有台湾国区的 我们不能都无聊天 我们到底是中国人 还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 不然就是我们大家教我们的孩子 说出来我们一家是台湾人 今日的教育就是明日的台湾 所以我们今天社会的良详 什么话的影响就是 过去的教育就是天爱台湾 所以今天就好像大家有我们的行动 希望建立台湾为时刻 了解这些建设 这些事情可以符合程序正义 公共政策可以透明化 这样做的 这就是明日我们看到的台湾社会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教育 事实上一个人 一个思想的信念 一个自由的信念 而且现在民主社会 事实上要开放 像这个年轻人他们自由的抉择 透明化 公开化的抉择 另外一个 说到的是我 事实上 那个柯刚 我基本上我是觉得 他都用大陆文化主义来主宰台湾的历史 我们老人在外面帮忙 支援 而接下来 反黑箱课纲的学生 则是不排除 会再实施新课纲的各学校 号召学生 以及老师在下课时间 在校门口进行类似的讲座 传达反黑箱课纲里面 我们也不排除 在这一次的满岛当中 我们也连接到各个地区的同学 我们不排除号召 各地区的同学 还有老师站出来 在下课的放学时间 在校门口做这样子的论坛讲座 直接就是用新课纲的学校 我们用做一个救援的动作 来去救这些学校的教育 尼兰新闻纪94名 采访报导